大家好,我是蓝胖,前几天因为生病没有更新 在这期间我翻看评论和回复私信的时候 发现很多人都是刚开始氧化 针对这个情况,我列举了封闭阳台氧化的几大注意事项 仅供参考 第一,阳台的采光情况,通风情况 比如你家阳台上没有一点阳光 你就不要养那些喜阳的植物 还有一定要通风 就算是封闭阳台也要开窗户通风 如果你家窗户打不开,一点通风都做不到 不建议养植物 第二,选择透气性,排水性好的花盆 像这种塑料的青山盆,亚伦盆,四季花盆 排水性都不错,价钱也挺便宜 如果你感觉它们颜值低,可以选择红桃盆 但是红桃盆时间长了容易反减 真心不建议选择全风柚的花盆 这种花盆排水性透气性不好 而且价钱也不便宜 如果你家里边正好有这种花盆,不用丢了 用来做点皮式的植物或者套盆用 第三,土 封闭阳台养花,我真心不建议用存原土 不透气,容易板结,而且很沉,容易有虫卵 不管你是直接买一样土,还是配土 只要土壤疏松透气就好 第四,浇水 我经常提见干见湿的浇水 见干是土表向下两三厘米干的时候就该浇水了 浇水就是把整个花盆浇透 浇水的知识点其实很多 我主页有一个关于浇水的视频,有需要可以去看 最后我想对刚开始养花的朋友说 一定少买,然后先买皮是好养的 想买什么植物之前先查一下它的生长习信 适合自己阳台了再买 今天就分享这些,希望大家都可以养好花 拜拜